国中法修正草案出审通过 国中小校务会议未来应该邀请学生列席 许多校长持正面态度 但一方面也忧心 校务会议的内容并非都与学生相关 要学生参加恐怕不太合适 校园最高层级会议一般都由校内最高委员代表出席 决议校内重要决策 不过立法院叫文会审查国民教育法修正草案时 其中有关国中小校务会议应该纳入学生代表的条文 在19号获得出审通过 以旁边的角色来了解学校整个运作的过程 我是蛮正向的 那但是如果要成为委员 那我觉得因为未成年的情况下 他们对于那些资料的收集啊 其实负担很重 那我觉得像这个部分我就比较不赞成 校长普遍认为邀请学生参加校务会议 应该看议题 若是讨论有关学生权益 像是服装作息或是社团 学生比较有参与感 但校务会议多数都在谈论有关法规法令 这类议题 如果学生代表出席意义有待商榷 因为他只是列席嘛 那列席他的一个目的性 他可以达到什么要做些什么事情 是让他坐在那里 他其实很多这个校务会议在讨论的一些意外 跟他可能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第一个他也不知道怎么去表达他的意见 第一个他也不知道说 在那边他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而教团也忧心 若只是派学生代表到现场旁庭 无法表达意见 没有参与感 那学生出席的意义 在哪里 在台北 综合报道